为了让偏乡学童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圣诞佳节 高雄市一家知名饭店大厅 已经摆设好温馨满满的耶诞树 欢迎来自三菱区及来国小全体学童 小朋友们以圣诞歌舞来表达感谢外 也在男生圣母堂及校长的鼓励下 鼓气勇气在卡片上写下心愿 贴在祈愿墙上 希望在圣诞节前 圣诞老公公可以来帮忙 完成他们小小的心愿 你要什么东西 秘密 我是许滑板 为什么想要滑板 我想要滑 天来是在来参加圣诞节的 这个点亮心愿的圆梦计划 我是感谢由一大皇家酒店 跟其三人男生圣母堂的慈善会 赞助的让我们孩子有机会来接触 一大世界跟酒店这个很特别的 一夜诞节节的一个午餐的饗宴 那小朋友机会非常多也很大的收获 为了可以完成偏乡小朋友的圣诞祈愿 高雄这家知名饭店 西手高市男生圣母堂 推出偏乡送卵点亮心愿圆梦计划 收集了偏乡三所国小学童 写下耶诞心愿 邀请热心偏乡教育的民众 化身为圣诞老公公 一起来帮忙圆梦 借由这个时机来给小朋友 就是准备我们的爱心耶诞礼物 我们邀请了偏远地区的小朋友 总共写了一百张的卡片 针对他们的心愿写下来 然后我们来为他圆梦 我们可以欢迎我们现场的 入住的嘉宾可以来协助认领 那我们也帮小朋友来实现 他们的耶诞愿望 因为偏乡的孩子都是 都是阿公阿嬷在教育他们的 所以呢没有办法像我们市区 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心愿很简单 就像有的小朋友的心愿说 我想看一场电影 那我相信市区的孩子 看电影对他们来讲是 很亲而一举的 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 就是社会团体或者是企业主 可以为这些偏乡的孩子来圆梦计划 偏乡孩子们的心愿简单又朴实 使得饭店业者非常感动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进点企业力量 邀请旅客大众来认领心愿卡 关怀偏乡孩童帮助圆梦 过一个欢乐温馨的耶诞佳节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右'll